距离周年庆还有一个月时间 三月活动十分紧密 本周有精华二宝箱 下周则安排值数节活动 在二月问题汇总中 策划也公布了众多新计划 在官方二月问题汇总中 公布了下个赛季的推理奖励安排 老屠夫厂长获得了紫皮制作名额 同时还有三件配套低级道具 推理时装主题千奇百怪 所以厂长的皮肤品质不好确定 原定的推理紫皮先上架 如果妇女组合进行联动 推出清新风格的皮肤 玩家应该会满意 但有玩家担心等风来主题 被再次做成竖形背景板 沦为推理三丑系列 时隔五年才出推理皮肤 希望策划能认真对待 推理之境都是免费福利 玩家干玩积分部署就可免费领取 虽然厂长的推理紫皮上架的时间晚 但这并非他的第一件免费高级皮肤 在首年的万圣节活动中 策划就制作了厂长奇珍时装 这件皮肤是COS风格的 厂长变成了魔术师阿拉丁 手持物也优化成了一个神灯 皮肤特效和建模都很新奇 而且携带限定标签 皮肤上架时玩家都不看好 但现在稀有度极高 除此之外 还有多个角色将迎来调整 分别是古董商 速散之魂和聂西 都会进行相应的强度调整 速散之魂能否凭借这次离开下水道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虽然大家都已经开学了 但周年庆依然是非常只能我们期待的 毕竟又有一张紫皮卡走向我们了 那么问题来了 周年庆的紫皮卡你会干吗